我们再来看看青年的失业率 目前12%以上高于整体的三倍 今年6月突破的这12%更显示 调整基本工资等等片面的政策 都无助于改善就业结构 尤其是整体上对于就业市场来说 对青年人是不利的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竞选办公室 总发言人王显秋炮轰民进党政府 25号上午在党中央召开记者会 列出民进党十大青年楷模 奉刺与民进党高官有关心的 这些年轻人各个位居高官林高兴 林非凡在没有加入民进党之前 对民进党的批评不遗余力 批评过民进党堕落 他看不起民进党 没有想到当民进党祭出 一个月9万元的副秘书长 这样的高兴的职位之后 林非凡扬洋气的过去对民进党鄙视 变成民进党位置非常高的副秘书长 那这也是让我们看得瞠目结舌 而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 则是在记者会上 再次提出十大数位行动计划 强调他跟韩国瑜当选后 一定会努力推动数位产业 包括农业 制造 运输 医疗等领域 让所有学有专精的年轻人 不需要沾亲带雇 都能投入数位产业发挥所长 十大数位行动计划中 包含建设普及先进的数位基础建设 来照顾偏乡 让许多关心偏乡发展的年轻人 能够发挥所长打造更好的环境 我们在这个数位基础建设打好以后 我们希望说我们很多我们的年轻人 即使在平常也都可以去 在课余时间可以去帮助 我们偏乡的很多小朋友 课余时间帮他们去 把他们的数学教好 把他们的这个英文教好 让他们偏乡可能下课以后 没有机会像都会区的这些学生 有这个课余的这些辅导等等的 我们透过网路可以让年轻人 发挥他们关心偏乡的一个机会 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说 未来当选后会少一点政治 少一点斗争 少一点任用私人 少一点去玩弄法律 把下一代产业环境建构更好 原始新闻比例无溜 台北市采访报道